就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吧 但是我们还是稍微的简单的回顾一下啊 用这个视频的方式 走 你干什么你不知道她是吧 啊 这是狗鞋子啊你不知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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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人家有 我们给他好了 快 来 这是干嘛呀 他不上不下来 但是他这人还没到他喊人口啊 他就在那里面 什么前面口都能进来 你要关门了 你管门了 你管门了 你管这么多人都能闭上你 谁是门你了 那你下 你下来 你下来 我什么都不叫好 跟你讲 我叫我 你一定会跟他说 你叫呢 你叫呢 我犯法了 你睡觉 你知道没有 怎样可能人不给他来 你一个人打过 你犯法了 你叫你 哎呀 你心里的 啊 我现在我只要跟老公啊 我麻烦你跟他怎么样回事 我麻烦不了 你现在就不做车 你告诉我啊 我做车 你要这样做 下次再你放得多 还跟你交鞋蛋 你是不是这样 你快点 你现在怎么打 不是我老公下来 我就走 我一个人就走 他在你老公 在家一份的 他就在门口 他就在门口 他就进来 那所有车我们会通车的 你要不这样搞 我老公来了 我还不上门 我一下笑 我再拱一下 我来 好 然后就在这资金里 再等一下车门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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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 脱去 快点 脱去 小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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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两个 可以快 脱去再来 哎 我说 我的一下 这样的两口 我说 你要怎么�点 我告诉你 柯你先走 上面 我告诉你 蛮轮轮人的 McD meaningless Empire seg 你这样犯法的,知道你还不清楚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上来,我还给你扛下去 你这样就有理的了,你这样就 你这样犯法的,你没办法 你上来啊 你这人知道,谁马上不快点,别瞒得这么厉害 你没有,你没有,他上来,他绝对不给你找 天哪,这个呢就是在发生在安徽合肥 对一位女教师,其实还是一个小学的教导处的副主任 奋勇的阻拦高铁发车 原因是他要等他老公,老公下来 他们要一块上车,这个场面看的还是挺惊心动魄的 而最重要的是,你能看到他的脸上的一份淡然 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占理的 对,我就等我老公下来,不然你们这车就也走 他觉得非常的,天哪 所以,让大家开了眼了 然后那个,许多人都留言说 说当时为什么处理如此不利啊,等等等等 这位说的是,如果要是警察敢动用武力 大家一定会黑警察,是有可能 上次在哪,在上海吧 有个警察来一个被摔,把一位纠缠闹事的 大家立刻把警察骂成狗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旁边有人在手机拍摄 哪个人敢使劲的拽他 哪个人敢对他采取,比如摔啊 什么扣啊,什么之类的 你相信我,只要把他给摔出点问题来 那一大堆工资冲出来就要炮轰啊 对,然后大家你们中央许多人也会觉得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这么不人性执法啊 对,人不就那什么嘛,等等等等 一定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想想也挺可怕的 是吧,所以 现在最新的情况传来 关于这位女教师的事情有新的进展了 她遭到了这个处罚 什么处罚呢 罚款 这位蓝车姐 对吧,这位小学老师还是语文老师 这位小学教导处的副主任 对吧,罗老师 罗海利罗老师 OK,据说还得过德裕先进个人呢 现在的情况是 安徽铁路公安在线 说呢,对他处以2000元罚款 啊,这个处罚一出来 大家都惊呆了 说不对啊 要是去拦个飞机 估计现在已经关在牢里边了 怎么拦个高铁成本如此之低呢